话说这青年战争的第二次战役 这缅甸一方啊 算是下了劳本了 他们的统兵大帅叫做蒙涅朝折 不惜以身犯险 竟然呢 独自跑到这清军大营当中啊 哎 要和谈 当然了 这和谈呢 是假的 虽然是假的呀 但是玩的挺真 哎 这服酒也喝了 誓言也发了 要不然呢 也不至为骗的这清军呢 就相信了 绿营兵前线的统兵将军叫做朱伦 信了这莽涅朝折的话 就把自己的部队带回到了铁壁关 把这防线的往回收缩了很多 不料中了敌人的计了 弄得敌人围困关城部说呀 还害了四方的百姓 免匪的军队对这一地区的百姓村寨呀 是一吐的烧杀抢掠 站在铁壁关上看四外村寨呀 被免匪抢夺之后 又遭放火 这火光几日不绝呀 就这样啊 这提督李时生和总兵诸伦 不但不出兵援助啊 而且要跑 跑哪儿的呀 跑到更后方 叫做山目龙 这个山目龙啊 现在还有这个地名 现在是个村子 因为地势高啊 一手难攻 所以这两个人觉得这儿啊 比较安全 还好总兵留得成 固守迎寨不出 抵挡住这缅军几次冲锋 斩贼兵啊 三百余人 这缅甸人打仗啊 不死心眼 一看这边不好攻啊 就改变了进攻方向 这一改变进攻方向 不要紧呢 已经被免军战的同闭关 他们也放弃了 实际上您听啊 这怎么着 也不能算是 清军呢 又重新夺得回了国土 靠自己的真本事 抢回了自己的官城 哎 可是云贵总督洋阳俊 他就是这么的不要脸 哎 他继续给朝廷上书 跟这乾隆皇帝说呀 夺回了同闭关我军又打胜仗了 可是现在的前线的局势呢 已然很紧迫了 清免双方陈兵隆川 看来啊 在隆川地区是必有一场敖战 这清军在前敌带队的 还是这总兵朱伦 在这个提督李时生看来呀 这朱伦虽然容易啊 贪功冒进 但是呢 总还啊 受这个李时生的调度 也总兵留得成为首的那些个将官呢 根本就不拿这位提督大人当回事 即便给他们下了命令 他们也是磨磨蹭蹭的不遵率域 于是在隆川地区 与敌人对峙的 就剩下的总兵朱伦和参将哈胡青了 要说呢 这朱将官呢 不听这个提督调遣 那是不对 可是呢 这提督的命令 有的时候啊 让这群将官呢 很难遵从 为什么呢 因为这提督李时生啊 遇到最大的麻烦 就是自己没有预备队 能指挥的兵太少了 这缅军加一块有好几万 几路攻来啊 这提督李时生 只能是拆了东墙补西墙 拆了西墙再补东墙 指挥这手里的这几千兵啊 是团团转 这将官也好 士族也罢 纷纷抱怨呢 这李时生瞎指挥 把这战斗力啊 全消耗在路上了 那么有人说 这众将埋怨李时生军们 那是冤枉他了 其实也不是 这敌军几路来宫 您作为这个云南的最高 军事统帅的云南提督 哎 这敌军哪路虚 哪路实 人都分不清 您都侦查不出来 那您这官也是白当 所以说这主帅和将官呢 这两方面属于是 豁了凤吃肉 肥也别说肥 哎 咱们放下这将帅 不和不说呀 咱们先说说这农川前线 这缅甸人呢 看着自己啊 把这清军知识的低丢烂转 算得上啊 是玩弄清兵于鼓掌之中了 他们就想啊 让这清军呢 看看自己的军事实力 哎 他们就出了骑兵了 这下啊 算撞到这清军怀里了 你还别说啊 这对面啊 他不是八旗 就是啊 陆营兵 这陆营兵的骑兵 你这缅兵也打不过呀 这几分冲锋下来呀 这缅甸人就刺了牙了 原来这双方骑兵的打法 他可不一样 这缅甸人呢 上得马来往前冲锋 离得近了 一排牌子枪下去之后啊 就把这缅刀抽出来了 要说这歹刀啊 他挺厉害的 通常啊 这缅甸骑兵都是两把刀 拔出来之后 一冲锋啊 左右开弓 那也算得上是杀法骁勇 可是呢 这清军骑兵啊 俨然手里边没有火枪 这缅甸人呢 第一排牌子枪打完之后 挥刀冲锋 可是对面的清军的弓箭可就来了 鱼点一样 可是他们就纳了闷了 这排清军怎么骑着马 射箭还这么准呢 哎 这他们可就不知道咯 这是清军的军队当中的考核项目 这种考试项目啊 叫骑射 不光这八骑军考 陆营兵的骑兵也得考 哎 当然了 在清军这边啊 他不叫骑兵 叫马甲 您瞧哎 这好长时间的不聊骑兵了 我差点忘了这个专属名词 这群陆营兵的骑兵手艺虽然不如八骑 可是和这群缅甸人打起排马对冲了呀 那那些缅甸人还真拾不上个儿 这几番冲锋下来呀 这缅甸的骑兵挥着刀啊 根本就靠不上清军骑兵的边儿 这缅甸人呢 你得冲上去砍他呀 踏步去 他隔着十毫几丈呢 噗 一间射过来了 这几番冲锋下来呀 这缅甸骑兵不支 可就败下阵去 这一败呀 可就慌不择路了 都没来得及回自己的大营 属于呀 是四散逃窜 这会儿 绿营兵的布甲也趁势往前押近 缅军呢 自然也是大军来聚 可是呢 终究是呀 这缅贼战斗力上不如清军 这清军呢 中军奋勇 左右两翼呀 又有包抄 所以就在阵前 那是斩缅贼无数 于是这缅贼呀 调转回头 纷纷是逃回了大营 这会儿啊 就看出这珠伦呢 贪功冒进的劲儿来了 这珠伦竟然下令 是乘胜夺营 可是他就没想啊 刚才那些缅甸骑兵啊 并不是全消灭了 是给打跑了 他这边攻营不要紧呢 这骑兵可又杀回来了 眼瞧着对这清军呢 可就成了里外夹击之势 那珠伦一看都慌了 让人包了饺子不成啊 并且呀 也很容易就被人包了饺子 因为自己带的兵术啊 远没有缅军多 这一声令下撤兵不要紧 哎 改成这清军呢 那慌不择路了 一下子可就溃败下去了 弄得这个参将哈国卿啊 起码追至数里以外 才获止了溃败的士兵 这一下子清军士气大跌 自此以后啊 就再也没组织起来 什么像样的进攻 那有人说这 无非就是清军不进攻 这缅甸一方也不进攻吗 哎这一点呢 就是您呢 没想清楚 这缅甸一方 现在呀 已经算是收复失地了 这木邦 蛮木两家土司的地盘啊 这缅甸人已经夺回去了 现在开战的这个地区 那是中国地 也就是说 这缅甸人现在啊 是在云南作战 他能有什么心理压力呀 他们现在的主要目的呀 就是能抢就抢 是能夺就夺 把这清军呢 拖垮了 打服了 要的就是 以后我再入境抢劫呀 你不敢打我 您可别看这清军 把仗打成这样 这总督羊羊俊呀 可又把捷报揍上去了 前前后后啊 在这总督的嘴里啊 这清军已经消灭了 一万多人了 可是这会儿啊 这老头子羊羊俊啊 他可不想打了 为什么呀 因为他实在是没法啊 再向这乾隆皇帝 说瞎话抱劫了 一呢 是这乾隆皇帝的眼线呢 已经在这乾线 扎住脚跟了 谁呀 皇上的内侄啊 弗陵安呢 并且呀 这弗陵安可不广世啊 这皇上内侄那么简单 他可还是这皇族的俄妇 您别误会 他可不是乾隆的姑爷 他的老丈人啊 是多罗渝公郡王洪庆 还别说跟皇上家 有这层亲戚关系了 就是从植户上看呢 他也是乾隆的亲信 乾清门的头等侍卫 那可是皇上身边的人 说起来 这云贵总督啊 从柳枣开旨 一直到这阳阳居 那也是乾隆皇帝的心腹 那为什么还要把这弗陵安派到前线呢 这乾隆皇帝就是想啊 多了解一些前线的真实情况 于是弗陵安呢 就以这个给前线总督送医送药为名 被乾隆皇帝安插到了云南前线 这阳阳居啊 心里明鉴似的 知道这弗陵安是干嘛来的 可是皇上安插了呢 也没办法 赶了一回啊 又回来了 也没敢走 所以呢 也只好给这弗陵安安排了一个总兵的弦 不过这个总兵啊 他不在前线 但是他必定身在云南 肯定能得到一些前线的真实情况 其次啊 是实在这形势不容的 他在边瞎话抱劫了 你再怎么抱劫啊 必定这仗啊 都是在大清的国土内打的 那这一开年 杨居你一上任 你不是去接收这个缅甸的 木邦蛮目二土司的管辖地区去了吗 那怎么这圣仗一个接一个的打 这战火怎么还会蔓延到国内了呢 这杨居就怕这乾隆皇帝看出这些疑点来 那到底这乾隆皇帝看出来没看出来啊 这皇又不二 日子一长啊 当然得醒枪了 所以这会儿的杨居一门心思的就是想尽快的结束战争 哎打不赢啊 咱们就一合 于是他就知会这个前向的参将哈国兴 让哈国兴啊 去联络缅甸一方的将领 尽快呀 与这缅军一合 那他为什么非挑中这哈国兴呢 因为哈国兴前边啊 不是上位回当了吗 必定啊 他和缅甸主帅 蒙镍朝折呀 他有一面之缘 那上支下派呀 这哈国兴他也不愿意打仗 一合就一合吧 和这缅甸人一接触啊 缅甸人也乐意一合 一谈呢 这缅甸人就一个条件 恢复到战争以前的两方领土 也就是啊 这木棒和这个蛮木啊 还得归人家缅甸 杨阳军听完了以后啊 觉得行 哎 只要不打仗 让我还能在这个云南这儿啊 混日子 你提出这个条件呢 我去跟皇上说去 尽量让这皇上同意 他可就没想到啊 就是这一条 要了他的脑袋 这杨阳俊呀 是如何把脑袋玩丢了的 咱们下文书再聊 咱们呀 还得聊聊这前线 有人说还聊什么前线 这不一合了吗 一合呀 要不说五巧不成书呢 这缅甸一方啊 看到这个清军 答应了他们的条件 于是啊 就开始从这个云南地撤兵 这会儿的提督李时生啊 他动了个心思 他就怕这个缅甸人呢 又像前几次一样 说是一合一合的 实际上这大军呢 又跑到别的地方去抢劫了 他就嘱咐前线的主帅朱伦 让这个朱伦呢 也别带别人去了 亲自带领了一队精锐骑兵 兵不再多呀 在京 跟着这群缅甸撤退的队伍啊 后边监视 以防这群缅贼呀 说话再不算数 经过这一年多的仗打起来呀 说实话 这朱伦呢 对这群缅甸人恨的 那是牙根子巴掌长 就在这个中连两国 借疆的江口上啊 他看这群缅甸人 一船一船的 往船上装 从这个中国地抢来的财物啊 他就恨的哼 这恨就是一上来 脑门冲血呀 就怒不可遏 身边呢 不是带着这些骑兵的吗 于是就指挥这些骑兵 上去把这些财物啊 又抢回来了 哎 当然了 抢回来了 我想这些财物啊 也是不会发还给百姓 就在乾隆三十二年的征运 本来呀 已经回了头的免贼 又杀回来了 就攻占了蒙某城 那既然人家都打回来了 这清军也不能干瞪眼的挨打呀 于是提督李时生毫不客气 让这个哈国星和孙尔贵呀 这两名参将 每人带着一千二百兵 就去这个萌某啊 一定要把这支敌军消灭 那这支敌军有多少人呢 哎 大概其也就是三四千吧 据这个哈国星他们观察呀 这支敌军呢 他们不在城里待着 这大部队呀 都跑到河边啊 去扎法子了 看来呢 也是不想练战 想把这个法子扎好之后啊 把抢来的货物 运回到这个缅甸也就完了 那这可就给了这清军有乘之机了 这两名将官呢 统治着这两千多兵 一下子很轻松的就攻到了城内 在河边扎法子的这些缅甸人呢 这会儿可不干了 为什么呀 因为好不容易抢夺来的财物啊 这会儿都在这个某某城里 堆放着呢 那我们到底是干嘛来了 你们别以为我们是来抢你的城 我们不要城池 不要土地 我们要的就是财物 这几千人呢 不依不饶了可救 跟风口一样的攻城啊 是要把这些财物啊 重新抢夺回去 那这城里呢 这两千多的清军 由这两员参将指挥啊 手起城来 可就轻松的多喽 你离远了呢 就是火枪火炮 爬过了护城河呀 刚来到城边上 上边石头就砸下来了 你还别说 还真有这个英勇的免军呢 已然搭上了云梯 爬上了城头 可是啊 刚在这夺口一漏脑袋 一瓢开水 就泼在脸上 随后就是一声惨叫 一无脸啊 坠于城下 一边打滚啊 还得一边骂街 这泼水节啊 也没见泼开水的呀 就即便这样 这清军的仗啊 打得也不轻松 参将哈国卿 在城楼之上指挥战斗 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啊 飞来了一颗炮子儿 一下子就击中了 哈国卿的左脸颊 打了一个大窟窿 呼呼的往外冒血 一数啊 这牙齿打掉了十一颗 把总主裁 是哈国卿将军身边的 一员副将 贴身保护哈国卿 被一颗榴弹 穿头而过 是当场逼命 就这样 这清军呢 在城上坚持了七昼夜 最后两弹进缺 这哈国卿就派这个 精串的士兵 坠成而下 跑到这个大营 李时生军门处 赶紧去求援 这仗啊 打到尾声了 这会儿清军的兵力啊 也算是调动开了 刘德成 摔一千四百人呢 早就兵制了隆川 沃尔登啊 带着两千人 渡过了这个素养江 断了敌军的后路 素权带领兵 八百出虎聚关 有小路啊 也来增援 陈炎娇领兵两千啊 也很快就到了蒙毛山下 那这敌人能不拦截吗 见面之后 这两军可就打起来了 这城内的守军 趁着夜晚 又有三百勇士 坠成而下 与外边的援军呢 里外夹击 这回这缅甸兵啊 可是真吃了大亏了 剩下几百残兵败将啊 可就往这个江边突围了 要说清兵这场仗啊 打的还算精彩 城内的兵啊 各个奋勇坚守 城外兵来源及时 要说这绿营兵不露脸 就在这儿 永远不能把一次战役 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一看这敌人跑了 追吧 这一追啊 用力过猛 到江边以后啊 这几百清兵啊 可就插在泥地里了 这江边啊 原来全是沼泽 这缅军是早有准备啊 因为他们在江边啊 已经定了好些日子的法子了 对这个江边的地势地形啊 早就有所了解 他们绕过沼泽之后 回头一看呢 这清军都汗在沼泽里了 于是回过头来一阵牌子枪 死了多少名士兵啊 史书无记载 可是广是将官 就死了三个 这虽然呢 这清军打了胜仗 可是杨永俱这会儿啊 再也没有恋战的心思了 还是向这个缅军求和 一面呢 给这乾隆皇帝赶紧写奏折 他跟这乾隆皇帝说呀 这中国境内已无贼兵 可停止讨伐 然后还要渗透一下 这缅甸一方啊 提出的要求给乾隆皇帝 他说呢 这缅甸一方啊 要求啊 把这个蛮目和新街啊 赐回给缅方 以后呢 在这两个地区 就作为通商的口岸 他觉得他办的这些事啊 滴水不漏是万无一失 眼看和平的日子就要来了 以后啊 还可以踏踏实实 当自己的封疆大吏 可是他就没想到 又说瞎话的日子 到头了 这乾隆皇帝才要要了杨永俱的 脑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